庶民小吃肉園是許多大人小孩的最愛 不過現在美豬進口 台灣豬跟著寒漲 讓內餡主要是豬肉的肉園店 就大受衝擊了 不過還是有店家堅持不漲價 肉園在油鍋裡頭翻滾油炸 把外皮炸到金黃酥脆 加上裡頭多汁的豬肉內餡 讓人光看就口水直流 這家德國米其林餐盤的 台中知名肉園店 老闆自豪自己用的可是台灣溫體豬 不過現在碰到萊豬開放進口 台灣豬跟著寒漲 店家的售價會不會也跟著調漲一波 業者堅持不漲 還笑愧只怕大家不敢吃豬肉 改姓回教 但看看肉園店內 生意一樣搶搶棍 作無虛席 甚至還提早賣完 政府在這一方面會把關 我們還是要有信心 兩個 另一家位於彰化的知名肉園店 生意也是好的不得了 領頭的員工手沒挺過 熟練的把肉園一個個 從油鍋撈起剪開 最後再加入獨門醬料 對於萊豬開放 是否對生意造成影響 老闆有信心 開放萊豬之後 我們生意有受影響嗎 我們基本上沒有受影響 我們是不會攢 因為我們本來用的東西就是 台灣的溫體豬肉 我們賣的價格都是這樣 萊豬開放進口 許多店家紛紛含漲 但堅持使用台灣豬的肉園店 為了守住庫克不漲價 希望能讓大家用最實惠的價格 吃到健康美味的台灣豬 記得林博聰 林一峰 台中章話 從我們報導